大学生了没 好 到底在台湾有哪些很好玩的地方 在暑假可以玩一玩呢 包括了像 因為我們常帶小孩有我們的了解 華山那邊就會藏很多演唱會 展覽 什麼密室脫逃 還有像古羅馬展也很好看 對不對 你最近有看什麼展嗎 沒有 最近有一個展大家可以去看看 玩具跟這個婦幼用品大展 是立人才最愛 你也會去看什麼 你其實有很多小孩子要帶去看 不是 終於要公開 婦幼大概是可以比如媽媽去看 玩具展可以爸爸帶小孩去看 它有比如說樂高區啊 軍事區 就各式各樣去 你說是在那個花博那邊的嗎 我不知道在哪裡 對 反正就是接下來有這個很大的展 對 所以其實除了玩水啊 去海邊之外 大家可以看很多很多的展覽 很多的活動 今天馬上問同學 夏天到了 有哪些一定要去的旅遊行程嗎 對 Oh my God 好 豬妹 海洋音樂祭 對 因為每到暑假一定就是會有 海洋音樂祭這個活動 然後就有很多就是歌手藝人 會去那邊開演唱會 然後大家那邊喝啤酒一起嗨這樣 又可以聽歌對不對 然後躺在一沙上面這樣 是 了解 富嘉你有去金曲音樂節 有 我去了兩天 真的喔 你有上台嗎 你看起來像老舍 沒有 我是Rocker 你是Rocker 對不起Rocker Rocker真台客 台客的Rocker 因為其實我覺得很好玩 因為它還有展覽 對 還有一堆地下樂團跟線上藝人 就是很不錯的一個地方 不錯喔 可以去增加自己的音樂素養 對不對 Zoe 日本跟寧夏夜市 我覺得第一個可以去日本 因為日本到8月 怎麼了 很好啊 就是大打折 大概七 八月的時候 第二個就是寧夏夜市 可以去玩彈珠台 因為那個彈珠台 妳差異怎麼那麼大 你現在去日本 然後另外一個要玩彈珠台 我最近就是瘋狂 去寧夏夜市玩彈珠台 還原可以換一些什麼娃娃還什麼的 就是大概80塊 可以換什麼純籤筒 就很開心 妳怎麼真的太細了吧 還有射飛鏢啊 沒有 就那邊只有彈珠台跟 寧夏夜市 好吧 好…OK 就去那邊玩彈珠台 是 好 柯哥去吃冰了是不是 不只嘴巴要吃冰 眼睛這樣也要吃冰 然後就可以看帥哥還有比基尼 去哪裡 我們下夜市嗎 比基尼 我們去海邊 海邊 海邊 好 OK 所以到底有哪些好玩的 今天大家都會提出一些這個 提案啦 但是這個評審呢 非常難選 是 這個評審又要專業 然後又要充滿了年輕活力 又要漂亮 又要可以彌制Kan跟Dou 有這樣子的人嗎 有這樣子這種人還存在世界上嗎 當然有的 是的 因為我們特別的 我們找來從日本 找來這三位 他們擔任我們這一次 台北觀光的大使 所以一起歡迎AKB48 三位成員 歡迎 歡迎 你好 天山楊佳 歡迎你們 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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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姆瑪莉亞 嗨 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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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們是 楊妮 AKB48 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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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分別來跟大家這個問好下 好嗎 好 先從 是 Ha-A-Chan的片山遥 請問 歡迎 來 Ayarine的菊池 彩克 請問 歡迎 我是阿姆瑪莉亞 請問 歡迎 所以三位請問對台灣有什麼樣的 之前有什麼印象嗎 來之前 台北是吃東西很美味的 美食 美食 今年3月也來台北 來過三次了 來過三次了 來過三個月 三個月 小籠包 小包 還有什麼 拉麵 拉麵 他來台灣吃拉麵 你是來台灣吃日本拉麵嗎 是不是 你問他是不是 牛肉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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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舒服的 很美味 還有鳳梨酥 鳳梨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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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請問一下我們的GT台鄉 我是台北的觀眾 很優雅 很溫暖的人 我覺得 台灣人很親切 對他很好 一定要的 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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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生也是 女生也是 熱情 主要講男生就好了 比較想聽男生的部分 台灣 覺得男生怎麼樣 台灣男生 台灣男生 台灣男人 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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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開幹什麼 不是 我都開玩笑 手 手 小心 請問一下瑪莉亞喜歡 我 台灣 台灣 這樣 台北一定是寒冷的地方 但是 非常熱 而且 很流暗 所以很高 本來以為台北很冷 結果很溫暖 太陽很大 剛好是夏天嘛 對 對不對 所以其實呢這個 KENN這個 因為我們這裡也有 你挑戰一下嗎 我們這裡也有偶爾洗的東西 偶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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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試試嗎 OK 看 請看 阿咪老師 我們要看 有違規停車要脫掉一下 不是 不是 是 控制 控制 來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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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來到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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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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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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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OK 我們在這邊也要介紹很多 這個台灣好玩的地方給三位 有請三位先入座 OK 有了AKB48的加持 我們當然不能漏氣 而我們的大學生推薦的行程 能博得三位女孩的歡心嗎 首先要來推薦的就是 嗨咖啟小隻喔 暑假太無聊 跟我們一起去 RobaKitty的未來樂園吧 好不整齊喔 好長喔 還練得超久 超久 主要是RobaKitty 來…我們今天要介紹一個 就是我們 RobaKitty的未來樂園 你站在那邊就好了 你為什麼要介紹我們 那我們在那邊就好了 那我們前面那麼久 有沒有倫理啊 RobaKitty的未來樂園 有派了一個VCR 那我們可以直接看VCR 我們直接看VCR 非常好 小隻 嗨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嗨咖 現在我所在位在 松山文創園區 然後現在7月夏日演演 我推薦一個非常酷的展覽給大家 來 小隻 帶著我們可愛又有趣的 RobaKitty未來樂園展喔 而且聽說這個展覽 是台灣第一個 迷宮式的展覽 裡面很多巧思跟關卡 等待著我們去破解 今天小隻和嗨咖 兩人所要介紹的 RobaKitty未來樂園 這是位於台北市松山文創園區 的人氣展覽 從入口的設計 就十分充滿科技感 在進入樂園前 還會有教官跟你解說 各種票卡的使用方式 以及RobaKitty的故事背景 讓你彷彿化身為 實驗室中的一員喔 究竟我們的天兵二人組 在進入這個迷宮式的展覽後 會鬧出什麼樣的笑話呢 超酷的耶 對啊 這邊很有未來感耶 你不覺得嗎 而且你不覺得這邊很像 這該不是缺給你櫃台吧 哈囉 你好 有什麼需要問你們服務的嗎 他們也長得太像了吧 請問你是剛剛那個總教官嗎 剛剛那是我哥哥 我是Renningsen二次 他們都長一個樣 請問一下我要怎麼啟動 我這個RobaKitty 只要在你RobaKitty 後面這個圖案 對準我們這個Check-in的部分 就可以做感應動作囉 恭喜你感應成功喔 那我咧 那我咧 我是他的助理 助理工程師嗎 沒錯 助理工程師準備了一個證件 好可愛喔 對 這是我的證件耶 天啊 好 恭喜你啟動成功 在我們身後的兩道門 可以通往我們迷宮的各處 所以只要你們選擇一道門的話 就可以開始今天的冒險囉 好 所以我們一起去嗎 走啊 走啊 你走啊 光選門就達不成共識 我看你們兩個 還真的是天兵之王呢 這次展覽的第一個特色 就是採用迷宮式的佈置 打破以往單調的參觀路線 讓遊客多了點探險的滋味 而一出發就走散了兩人 各自發現了什麼特別的場景呢 奇怪 黑黑黑的有在跑去哪裡的啊 正在亂跑 妳在這 不是啊 你怎麼又不見了 沒有啊 我就隨便走有點就不見了 不是 我剛剛看到這邊是一個 酷氣盒的維修房耶 酷氣盒的維修房啊 所以說它是道具 所以它就是還沒掛完的 酷氣盒囉 你剛剛一見是跑去哪 來...這我就要跟你講一下了 好 我剛才經過的時候啊 有看到羅巴Kitty的書房 它的書房 對...羅巴Kitty的書房 而且啊 總結論不是說 好像好幾個機關要破解嗎 對啊 我看到其中兩個關卡的樣子 兩個關卡 對 真是假的 沒錯 那你快點帶我去 組裝完我的羅巴Kitty吧 沒問題 來...跟我走就對了 好 快點走 展覽的第二大特色 就是在迷宮的各個角落 都會有很特別的拍照區 供參觀者拍照 像是有各種特殊造型的功能 蝴蝶結 鬥具的造型跟功能設計 可說是別出心裁 此外 大型的雕像 1比1的模型組合 以及和設計師聯名的各種特色公仔 都可以讓Kitty迷過足了癮喔 不過 剛剛嗨咖 在圖中所發現的互動關卡 究竟是什麼樣的地方呢 來...小子來看一下 這就是我剛才說的那個 機關的地方 而且這邊 是不是有遊戲的說明 對 它好像有四個遊戲說明 這到底在玩什麼 好像是一個平衡感的東西 哈囉 妳好 歡迎來到設計部 怎麼又是他 對啊 我是他們兩個的弟弟 我叫Renison三四 對 Renison三四 OK 好 對 這關是我們設計部 主要是考驗各位的 手演騎討能力 OK 對 那開始 我們各位可以進行考慣囉 那這個東西要怎麼用啊 只要叫你羅巴Kitty上面的 一個標籤 對著我們這個精彩 做感應的動作 對 開始進行 對 開始要感應一下 對 開始要感應一下 對 那我們第一開始說明是 拿起我們蝴蝶結座的反應 之後拿起來會看到 裝備上是不正確的 所以我要開始了嗎 夠了... 對... 應該是要把那個對到那個吧 是 對... 這樣要正確囉 對... 恭喜妳過關 我竟然要過關 所以我竟然過關 對 我是遊戲王 天啊 小子 沒錯 這個展覽最有趣的特點 就是場內設置了不同特色的五個關卡 分別是設計部 品管部 維修部 零件部 和能源部 每個關卡都有特別的遊戲 可供玩家來賺取經驗值以及KB 購買公仔票的玩家 還能在最後換取特殊的裝備 而兩人在前面每個關卡都順利地完成任務 接下來的部分 她們是否能順利完成呢 來... 各位觀眾朋友 我可以告訴你們為什麼 剛才我剛才小子在尋找那個燈亮的地方 她找不到 對啊 我找不到 我發現一個原因 因為她好像這個太亮了 什麼秘密武器 來... 各位觀眾朋友我看好了 這是一個墨鏡來的 你也太驚訝了 我再戴上她的同事 我可以非常輕易地發現她亮哥所在 好 那你先過 來...我示範給大家看 拿起我神奇的卡 來... 開始了... GO 可以 她還會爭鬥每天 一時間真的會找不太到 等一下 等一下 開始上了嗎 剛才開始上了嗎 沒有 你... 但秘密武器還輸我耶 跟我一樣啊 天啊 可是我剛才真的一時刻 找不到她亮的地方耶 所以這... 這關真的是很難 各位觀眾 我們沒有坐下來 所以這個墨鏡 秘密武器 沒什麼用了喔 對啊 我說High車啊 你的秘密武器 還真是不靠譜耶 完全一點幫助都沒有 觀眾朋友可不要採用她的方式喔 而在展覽的迷宮內 都設置了有查詢公仔積分的機器人 只要將公仔放置在感應處 就可以知道目前已經獲得了多少分 經過了今天一整天的體驗 觀眾朋友 你對於這個老少嫌疑的展覽 是否有了一定的了解呢 而我們的兩人組 再經過了一整天的努力 究竟換到了什麼樣的裝備 馬上回棚內來瞧瞧囉 周邊商品區 然後就像是我們 在麥當勞點餐一樣 它是有點餐的單 然後你要拿那個單說 我今天要1號餐 他就會拿這個周邊商品給妳 好 周邊商品都在這邊了 女生都好喜歡 只要吃貨不吃東西 真的… 它這個皮是要預購才有的 它是一個入…入場券嗎 入場券 可是它這是預購 就是售完為止 然後Tyka那種也是 Tyka它身上帶的那個也是一個 然後它只差一個卡 它一定有感應就對了 對… 然後它一開始就給妳是空白 就是都沒有穿 然後妳可以破關 比如說它有五關遊戲 然後妳破關它要累積錢跟經驗 然後就可以換這邊的道具 這是道具很快可以裝它身上對不對 這邊都是它破關才會有的經驗值到 然後這邊就是那個它辦賣步才有 這是怎樣 可以穿在它身上是不是 對 它可以穿在它身上 比如說手 這手要拆掉 然後插國旗 還可以改 還可以換 還可以換 對 它的狐獵姐給拆掉 換這個比較3C的感覺 小心眼 妳來好… 要不要問一下我們的這個彩箱 它最喜歡裡面哪一個 最好奇哪一個 為它穿這樣 這個 這個 它的盾牌 這個是放在手上的 它可以放在另外一隻手上 可以嗎 這個 可以嗎 它的盾 它好可愛 而且它還有一個 它也可以戴頭套 戴頭 而且有人把這個 裝備全部收集好以後 拿到網路上面去拍賣 那不得了啊 據說可以拍賣到好幾萬塊 戴頭套 然後它也可以戴翅膀 或者是噴射這個 好酷喔 就是它這裡面很多小東西 都可以裝備它 然後它這邊的道具是在放 在賣部才有賣 就是剛剛點餐 然後這是鑰匙圈 鑰匙圈 好可愛 工具鑰匙 這可以打開 就是轉開 然後可以把那個放在 放自己家的鑰匙對不對 鑰匙圈這樣 而且我要特別介紹一下 這個雨傘 這雨傘超級酷 會怎樣 真的嗎 等一下 超兵分路跑活動 現場競閉成顏料大戰 好 接下來是艾波推薦的行程 好嗨喔 對啊 原來跑步還可以這麼好 這活動是我自己也非常期待的一個活動 色粉它是都是 它是食用色素 我要吃一下納豆 納豆 哎呀 我來幫你啊 你膽子就是玉米粉 好危險喔 我現在講話 我會一直會有紙紙的東西 大學生了沒 這雨傘超級酷 會怎樣 真的嗎 它會變色 等一下 變色 你給它玩一下… 你跟它說放哪裡 可是這 那現在是淋雨才會變色 是嗎 你要不要去外面淋一下這樣 對 因為它這個打開 它這個打開嘛 打開後 它這邊就是它 它外面是這個顏色嘛 可是它傘的裡面 傘的裡面 就是它只要淋到雨 它的就是傘裡面就會變這個顏色 這個蝴蝶姐也會 是嗎 對 要淋雨 下雨天 好 我們看看淋雨一下 來囉 來 我們讓 不會淋到它吧 純心就淋到 她來淋 她來淋 沒有 她先示範一次正確的來 好 她 她要淋 OK 好… 好 我覺得它會變色 試試看 K來… 另外一邊可以… 另外一邊 你要把傘 她真的轉一邊另外一邊… 這樣 那一樣就是整個都會變色嘛 對 對不起 不好意思 對不起 你都還不知道變色 妳都還好 不好意思… 拚這個 這個蘋果 就有蘋果 可愛喔 顏色真的會變耶 看完這個展覽它會想去嗎 我們AKB48的成員 很想去對不對 好 那就跟Ken哥共撐一把傘 什麼 一樣嗎 大丈夫 大丈夫 不要 是NO 是NO 還是要的意思 不要 對 還是NO的意思 那個 好 在這邊先謝謝我們的小隻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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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來是艾波要推薦的行程 艾波 夏日跑步太無趣 一集Color兵分一下吧 今天我要介紹的 妝有力 今天我要介紹的是 暑假絕對不能錯過活動 這個活動它不但可以達到 瘦身 減肥 很健康 就是跑步的運動 路跑 然後還可以讓你就是跑完之後 變成一個藝術品呢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什麼意思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宣傳影片吧 好吧 算是 香港人 Curole 是 人 人 人 採賞 人 那 人 人 人 來吧 好 好嗨喔 對啊 原來跑步還可以這麼好玩 這個活動是我自己 也非常期待的一個活動 在美國的話 它是屬於就是老少嫌疑 不管你是老人家還是你小朋友 你都可以參加 小朋友也可以 小朋友也可以參加 動物也可以參加 他們有限制一定要跑多遠嗎 他們是五公里的路程 但中間小孩不行 應該可以帶他回去吧 就是中間有可能有一些 有醫護人員 然後有水 你跑不動就被大家一直狂打 可是我要特別講一下 就是在台灣 因為配合每一國不同的風俗民情 所以在台灣是 丟蚵仔煎嗎 丟蚵仔煎嗎 12歲以上才可以參加 對 好 第二個 第二個的話是 超環保色彩奔跑藝術 對 這個要問瑪莉亞 你喜歡跑步嗎 但是現在是有個開心的 我喜歡 但是應該沒有試過跑的時候 被灑這種粉嗎 沒有 會不會很想要 會不會很想要 好像很好玩 好像很好玩對不對 對 然後那個色粉它是都是 它是 然後是通過合格檢驗的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就是不會有 不會讓你有不舒服的感覺 如果妳不小心吃到也是沒有白 一的 它會一的 一的 要不要吃一下納豆 納豆 試試看啊 納豆要什麼顏色的 黃的可以啦 黃的可以嗎 比較配妳今天西裝對不對 我來幫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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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一點都嘴巴試試看是不是 幫妳沒有嘴巴試試看 她是玉米粉耶 是懶頭髮 妳這沒有開 開 住手 了 Sara 顏色 不好意思… 小姐 阿 好搭… 衣服有搭到 有一堆 剛剛有搭到衣服耶 這個太新 asylum 他這玉米粉了 好吃 要 好吃 好吃 妳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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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是她 謝謝… 真的可以吃 什麼味道 像麵粉 就是玉米粉 妳好危險喔 當年王菲有一個妝 就是這樣撒在臉上 我撒多好 我現在講話 我會一直會有紫紫的東西 對啊 一直有紫粉飄出來 特別說 就是像清潔的方面就不用擔心 妳只要有水跟刷子 他們會有清潔人員 有水就可以了 對 有水 需要水嗎 納豆 真的… 沒有… 不能再玩了 不能再玩了 真的 被噴到有快樂的感覺 真的不錯 好啦 算了… 這還不錯耶 對 所以其實這個非常環保 而且會有人打掃 但是桌上有哪些配備 跟我們介紹一下 她配備的話 就是如果你每個人報名的話 她就有眼鏡 然後她們的衣服 還有毛巾 對 還有一個頭巾 墨鏡必備 還有色粉 色粉就是你可以跟朋友 一起參加 你可以砸你的朋友 對 好 這些配備都可以一邊帶著 然後我們一邊跑 同學沒有玩到怎麼可以 既然有了這些繽紛的玉米粉 我們當然要邀請同學們 來體驗看看啦 體驗的同學 你們準備好成為藝術品了嗎 繽紛路跑現場重現 全場陷入暴動 當天路跑的狀況會是怎麼樣呢 跑不好嗎 全身充滿了各式各樣的顏色 怎麼樣 因為你在上場之前 你就知道自己要被弄髒了 所以你就會有一種 納豆 納豆 厲害啊你 大學生了沒 好的 紫色的我也相當好看 我們現在馬上就要來實際體驗一下 當天路跑的狀況會是怎麼樣呢 這幾位請慢動作跑步好嗎 好 看不到人了 大家稍微停一下 大家稍微停一下 太多了 全身充滿了各式各樣的顏色 好 這個路跑 最主要的就是要讓跑者 往你的粉末上面衝過來 好 會有活動喔 注意啦 好 謝謝同學 來 等一下…我們檢查一下他們的 檢查一下…先不要動 請我們AKB48的成員 來… 來… 對 請翻譯我們一下好玩嗎 有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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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握手…帥哥來握手一下 看到了 握手 帥哥握手 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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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場已經瘋掉了 這邊都是粉 對不對 但是真的很好玩 我覺得就是為跑步 有些人覺得跑步跑得比較痛苦一點的時候 增加一點樂趣 怎麼樣 因為你在上場之前 你就知道自己要被弄髒了 所以你就會有一種釋放的感覺 就覺得豁出去了 無盡當中就釋放了 有欸 你整件好藍喔 轉一圈我們看一下 釋放欸 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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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bevor 厲害啊 你 auc Rib 我覺得現在比較緊張是我們的造型 造型師要瘋掉了 好啦 不要再講啦 快點 再講 我們繼續噴啦 沒有 就是阿 catches 這個派對精神 其實簡單來說就是爽 爽 騙放 對不對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財ierelo 那麼繽紛的活動 大家是不是都很想體驗看看呢 而接下來 同學們又會為我們帶來 什麼樣的暑假新趣處呢 接下來 嘴巴裡面還有 跟哥哥介紹喔 什麼展覽 接下來我們今天要介紹一個 重返古羅馬 然後我們有一句slogan要先講 待在台北 沒出去嗎 跟我們一起重返古羅馬吧 對 我們現在要介紹這個展覽呢 你不只在夏天的時候 可以不用升太太陽 還可以達到運動瘦身的效果 而且我手邊又瘦了 現在超酸的 對 然後我們可以先來看一下VCR 好 今天就是我復仇的日子了 我親愛的妻子 喂 不要鬧了 我們今天是來大家看展的 對不對 各位觀眾 我們現在在的位置呢 就是松山文章園區 那我們今天是來看重返古羅馬 有沒有看到我們這個特殊的手環 沒錯 今天有很多關卡 可以讓大家一起來破解喔 讓我們一起得到 羅馬的戰力品吧 來 戰力品喔 走 趕快去玩... 今天成輝跟柯柯帶大家來到的是 位於松山文創園區的 重返古羅馬展 光是門外的場景 就有濃濃的羅馬味喔 一起進去看看吧 這裡的裝備盔甲怎麼這麼多 怎麼分啊 我跟你講 在以前我們古羅馬那個時代啊 我們裝備不是國家統一發 是看你的財力多少 你就可以買多好的裝備 這麼多喔 像這個 就是布兵的盔甲 就是一般的人在穿的 那你在看到這邊 這是百夫長的盔甲 就是比較有錢的人穿 他穿的就是鎖子甲 會有比較好的保護 還有盾牌 再看到這邊 全套盔甲 是將軍才可以穿的 你看他全身都被鋼鐵包覆住 這樣子 當然比較安全 比較可以打贏戰啊 是不是 那個是三一架嗎 這個 這怎麼會是三一架 我跟你講這個多重要啊 在我們以前出去打仗的時候啊 這個東西就叫做距離 它可以把三根鋼頭立起來 就把它排成一旁 就可以抵禦外伍的入侵 那你身為一副羅馬戰士 你應該拚得起來吧 這種小事當然就是 對 沒問題 我拚給你看 好 拚給我看 這一次的重返古羅馬展 除了有很多靜態的機關設備展示外 更有許多動態式的機關 可以體驗喔 像是陳輝介紹的巨馬 要組起來 真的需要很大的技巧功夫呢 這什麼啊 好多洞洞 我跟你講 這是我們古羅馬 非常聰明的一個發明 這個東西叫做 計程車 不是Taxi那個計程車 是紀錄里程的車 你看它這上面有洞洞 這就是放小石頭的 當你的車輪在滾動的時候 帶動這個齒輪轉動 然後經過這個橫槓的時候 就會有石頭掉進去 那最後你到目的地的時候 再把盒子裡面 石頭拿來數 你就可以知道說 從A地到B地 總共花了多少時間 走了多長的路了 古羅馬人也太聰明了吧 除了這個路上里程車之外 裡面許多的羅馬物品 幾乎都是現代科技的前身啊 像是這個畫畫用的蠟板 幾乎可以說是古時候的iPad啊 這邊好多工程武器喔 對啊 我們羅馬人打仗 用武器是這些武器 可以退架了嗎 而且這個一直掉下來 超煩的 妳不要摸我的盔甲 這是我們的榮耀 不要摸 我跟你講 這關我們要玩的就是滑船 想當初我遠征千里 有啦 就是滑船 我們等一下 等一下 玩下嘛 玩下 陳輝妳就別再鬧了 快點帶大家看一看 這關是什麼吧 這關要考驗的是 同學們雙手的臂力 要在現實之內 逃離敵船的追趕喔 除了這關的考驗外 戰場內還有其他四大體感關卡 帶著大家來挑戰喔 快來看看他們挑戰的狀況吧 好 快點 要沒水了 除了這些體感師關卡外 戰場內還擺滿了 許多古羅馬的英雄雕像 以及古羅馬的物品 還有服裝 來到這裡除了可以實際 體驗到古羅馬的生活外 更可以學到很多豐富的知識 以及古羅馬人的智慧 夏天來這裡就對了 好 陳輝 讓我們介紹一下這個 重返古羅馬有什麼特色 對 我這個重返古羅馬焦點1呢 它就是有獨家浪漫的愛情故事 因為它不只是有這個展覽 然後它會有一個故事劇情 就是你要幫那個王子 去救出他的公主 然後你就要從頭到尾闖關 然後這就可以兩個人一起玩 它有很多關卡 可以一起做互動 然後向往天跟柯柯 想這幹嘛 熱血音樂記重出江湖 天團青色模樣手度曝光 我們可以看到一些演出的紀錄 對 這個 這個很酷 這是張國喜跟 瑪莎 那一年的名單其實很酷 像五月天 四分位 那個時候都已經在做這樣的演出了 那策展單位也是滿腔的 對 而且你可以去看他摔角活動 摔角活動 摔角活動 大學生了沒 還有很多關卡可以一起做互動 然後他向往天跟柯柯去柯 就覺得我很帥這樣 他一直講這幹嘛 有嗎 焦點二 焦點二就是它是實際 操作羅馬的那些機關 它不只當場有展覽可以看 它會有很多像是卡榫 或者是一些輪盤 輪軸 可以操作 還有計程車 那些東西都可以讓你現場 去試試看說以前古羅馬人 他們是怎麼樣的生活 然後有什麼樣的器具使用這樣 不過接下來這是什麼呢 陳輝 這個是柯柯介紹 這個 這個是什麼 這個就是以前的那個火七章 這是印章 然後它會放在湯匙上面 然後之後 你先歇一小段放在這邊 然後用這個蠟燭去燒 蠟燭 燒它 融掉之後就把它倒在那個信封那邊 因為這個印一定是每一個皇室家族 它自己有不同的一個圖 有時候看到那個就知道說 這個是哪個家族 還有什麼樣的歷史 這是真的可以用的東西 可以啊 現在很多人很古典的話 還是會這樣 就是壓在那個信封後面 對不對 然後 這是古羅馬的鉛筆 這是可以客製化 客製化 所以我們可以到那邊客製化 你說可以印什麼 把一塊錢放進去 它就把它壓成這樣 是這樣 對… 就是它上面 它上面的人物就是我們參展的時候 有上面很多關卡的一些主角 或者是一些它上面的器具這樣 重返古羅馬 然後是一個投資車 對 都是它有羅馬特色的那些 歷史文物都會在上面 它的展覽有沒有像日本片 那個羅馬浴場一樣 就有泡澡的地方嗎 沒有泡澡的地方 但是它有一個很特別 就是有一個市集 就是裡面有賣很多手工藝品 然後有像這個有賣 然後還有一些手工做的一些獅子 因為以前不是有競技場嗎 就做一些皮革的獅子當書黨 很可愛 每個都很可愛 OK 可以去了解這個古羅馬的文化 結果古人更有智慧 對 對不對 在有限的資源下 還可以有這麼多的設計跟發明嗎 謝謝我們的陳輝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接下來呢 歡迎莫莉要幫我們介紹囉 是 只有野台才有夏天 現在我要介紹的這個地方呢 就是我們暑假最新 大家一定要去的一個地方 這裡呢 絕對保證可以讓你燃燒你的靈魂 釋放你體內最大最大的那份激情 你們懂的 對 而且這個活動呢 是現在所有就是國內外的樂團 一個非常盛大的一個重要的活動 所以說呢 如果你沒有參加過 這麼嚴重 現在呢就讓我們來看一下 這次的活動宣傳影片吧 好 我跟你說喔 這邊就是 什麼啦 我跟你說 這就是 什麼啦 什麼啦 對 對 那在這邊呢 我要介紹三個必去的原因 首先第一點就是 他其實野台開唱已經停辦四年 今年是再次的復出 所以就是一個睽違已久的感覺 那必去原因二呢 就是他集合了國內外各大樂團好手 像今年的 反而非常非常厲害 像譬如說我們台灣就有林佑佳 對 而且日本的橘子星樂園也會來 對 橘子星樂園也會來非常的厲害 然後第三點呢 是台灣最大型的野台場地 所以各位同學 是不是應該要去嗨一下 好 對 而且我今天呢 我有個加分題 就是我有帶到 一個帥氣的主唱來到現場 讓大家見面一下 沒錯 讓我們就歡迎我們的帥氣的主唱 大正 是誰 好 歡迎 你好 大正 你好 你好 這是我們五月剛發的新專輯 謝謝… 大正是哪一個樂團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是滅火器樂團 滅火器 好 害怕 剛剛被噴過了 他已經噴過了 對 我剛剛有在那邊看你們被噴 對不對 你有加入我們 所以今年野台 會不會也有這麼High的一些設計 我覺得這個High的程度一定不會輸 對 大概 你以前有參加過嗎 野台 有 我們參加了大概有五六次了 是 每一次大概都有哪些讓你 就是很懷念的很驚喜的畫面 其實我覺得野台從我 還在念書的時候 就是 對 很憧憬那個地方 然後因為他每次的 每一年的名單都很華麗 然後從以前慢慢到轉型到成為 國際型的音樂節 每一年就很像是 因為我們聽搖滾樂的搖滾樂迷都會 有很多夢幻的line-up 對 所以其實像今年大概還有哪些團體 今年的話有 剛剛茉莉有講到 ORANGE RANGE 對 然後還有我小時候 最喜歡的女子團體 學會去 對 大學生了沒 然後還有我小時候最喜歡的女子團體 Puffy Puffy要來了 Puffy 有去 對 對 然後還有我很喜歡的Sweat Sweat 對 然後近年來很紅的紐約的樂團 The Antlers 這樣子 對 怎麼樣 想去了是不是 沒有 我想去紐約 所以這個 鐵台開展到底是 從頭到現在辦了多久 今年是第15個年頭 就是從第一次辦到現在 但為什麼中間停的是你 因為 那個場地 場地問題 去辦花博了 蛤 對 然後花博之後 對 然後我們一直找不到好的 更好的地方 對 那中間這幾年經過 策展團隊經過沉澱 然後再次付出的時候 規模又是比以前更大 對 更華麗 我們可以看到一些 演出的紀錄的相片 對 這個很酷 這是張國喜跟馬莎 對 他們兩個變一團 對 這是多久以前啊 這個應該是1999年 98年在大安森林公園 的 十多年了 對 那個時候還是 策展的單位是 大專 大專 音樂搖滾 大專搖滾聯盟 這樣子 北區大專搖滾聯盟 是 那就是都學生來主辦這樣子 對 它越弄越大 對 然後 它上面的那個 那一年的名單其實很酷 像五月天啊 四分位啊 那些 那些我們現在 就是台灣的天團 對 董事長 那時候 那個時候都已經在 做這樣的演出了這樣子 他們還會因為要募款 然後舉辦樂團盃籃球賽這樣子 算是好看還是不好看 應該是 好 大家會不會想去看呢 也抬開唱圈唱 好… 謝謝 好 開唱 我覺得這真的就是一個 音樂人的熱血 真的 我真的要好好支持一下 他們的一個舞台 一個夢想 一個夢想的感覺 過去有沒有參加過 類似的這樣的演唱會 豬妹 我沒有 但是我今天是去海濟市 他們是這樣 但我覺得這感覺更盛大 所以我覺得一定要參加一下 對 而且你可以去參加摔角活動 摔角 還有摔角 對 因為其實 我覺得野台開唱它除了是 很認真的音樂活動以外 那策展單位也是 滿ㄎㄧㄤ的 很多ㄎㄧㄤ咖的 什麼事情就是 是 怪怪的 然後屌屌的 他們就會想要試這樣 那今年會有泥紫泥江摔角嗎 這個我們爭取好幾年了 可是都還一直沒有實現這樣 莫莉就是當然的人選 莫莉就是當然的人選 我會去幫妳加油 還是我跟妳一起好 妳是說男女混合賽嗎 妳們兩個剩六下好不好 好啦 今天真的先謝謝我們的莫莉 也謝謝滅火器的男的大家 謝謝 好了 今天最後要問一下我們同學 今天四組介紹的出場 你去哪一根呢 來寫一下 我們AKB48也幫我們回答一下好不好 來 來 瑪莉亞 一番大好 我應該是想要試試試試試看 看 Color V Red 是不是他最喜歡的一個 Running 跑完了以後再去泡溫 彩箱呢 我是Kitty的 我是Rubber Kitty Rubber Kitty Rubber Kitty很可愛耶 那楊佳呢 我是歷史博物館みたい的地方 所以羅馬的活動 我對那個歷史博物館非常有興趣 所以我想去看看古羅馬的展覽 喔 這都不一起喔 覺得 妳覺得整個 她們藝人挑一個地方去嘛 對 覺得暑假充滿了樂趣對不對 我們看一下 羅馬人你想去野台開唱嗎 對 身為一個音樂人就要去聽一次 是… 是喔 自己說 好 那楊騰 你要去 跑步 跑步 為什麼 因為跑步太刺激了 看不到路 就想要去那種更大型的那種空間 然後去跑 然後享受那種感覺 好 小潔 我想去看Rubber Kitty 因為我覺得那個設計很可愛 而且可以看到那個其他藝術家設計的器材 對 好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目標啦 是的 最後要問一下我們AKB48 請問未來有什麼計畫來台灣嗎 絕對期待 我希望務必再來台灣玩 歡迎… 妳好 我也希望實在再來台灣 那我希望下次來台灣 能夠挑戰會…能夠吃臭豆腐 妳需要的 OK 她想要吃 我餵妳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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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餵妳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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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不是一直講到我 我有聽到 對 她一直講到我 沒有… 沒有 因為我們一直來台灣辦很多握手會 或其他活動 從來就沒有辦過一場演唱會 我們希望AKB48 能夠盡快來台灣開一場演唱會 好 非常非常的期待 當然希望大家都有一個 非常開心的暑假 謝謝我們的AKB48 謝謝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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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ching lonely time MING PAO MING PAO